我是出生在緬甸 我是屬於華裔緬甸人 那為什麼會加入國軍 其實說起來 緬甸跟台灣距離那麼遠 這裡有一段它又會淵遠 他叫王根生 曾在泰緬寮金三角叢林 為國家獄血奮戰數十年 15歲加入光武部隊 6年游擊 7年諜報的工作經歷 讓他的從軍護士 堪稱台版的007 每當回憶起這段血淚交織的歷史 王根生總是熱血沸騰 15歲的時候 一直先傳說要反攻大陸 台灣反攻大陸 從那個時候就有人 到我們那邊去招收兵演 我想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報國的好機會 一個年輕 就是當那個愛國性起始之下 就天方白去的 就到金三角 投靠這個玉孤軍這一塊去 所以國父說是 這個華僑為革命之母 那我們也是華僑啊 中華民族的生存 我們當然有一份子的責任這樣子 一直到了16歲的時候啊 我才能夠到那個金三角那個基地 因為那個離蠻遠的 56年就受信 57年才畢業 畢業了之後就開始往緬甸 跟大陸的邊界推進 那個時候我們受信的時候 有65個人 65個人呢 我覺得打游擊那段時間呢 差不多在那個戰場上面 死了快那幾年的時間呢 我們大概五六年的時間 都死了80%左右 平均年齡差不多在21歲 死了那麼多人 但是那種反攻的信念 從來不是因為是戰爭的關係啊 還要是那種恐懼啊 影響不了我們那種參與 那個反攻的那種結晶 我的身份是緬甸人的 但是我知道我們留的血統 就是華裔的血統 就是華人的血統 戰爭的殘酷與無情 死亡更生 親眼見證了同伴的生離死別 也讓他更加珍惜 國家現今的和平與自由 當有一次我們在巡軍的時候啊 不是就那天下大雨 下大雨就被埋伏嘛 被埋伏的時候啊 就是那個前面的下跡被打 一直在打死在路上 有一個呢他還沒死 是我們同學你知道嗎 他一直叫一直叫我們救他 但是我們指揮官說不能去救他 為什麼他打來那個地方 他負傷以後他不能動啊 他是在那個路的中間 目標暴露了 如你救他都死一個人而已 然後那下雨他是有點上坡 我們在比較下風這樣子 他趴了你不能動啊 那個血整個你身上流下去 那有沒有感覺到是那種 哇那個整個時間啊 靜死在那個地方 完全腦筋裡面就是靜在裡面 那種人到生離死別 整個槍聲響起來也聽不到人 你知道嗎 他沒有感覺到是恐懼 而是感覺到是我要求生 我怎麼能生人下去 這樣 後來金山座沒有了 金山座沒有了 我們這邊還有台灣 是不是還有台灣 如果台灣沒有了呢 台灣沒有了我們人還能去啊 我們台灣有安定的環境對來不一 王根深後來從游擊轉到情報局工作 也曾因為被發現身份而遭受酷刑逼供 後來他的妻子阿美買通緬甸官員 利用出庭受審的機會將他調包釋放 前面打游擊打了幾年以後呢 我們同學不是死了百分之八十了嗎 那我們是沒死的 而且我們又是華僑 你懂這個華語能寫 能說 我們那個部隊是台灣的情報有些人成立的 他成立那個部隊的目的 就是掩護情報人員 一直進入大陸裡面去 那我們就被吸收為情報人員 後來也遇到我現在的老婆了 我現在的阿美了 那我們現在的阿美米干 就是用我老婆跟我的故事來開的 她是我最後一個龐宅女郎的樣子 當我在緬甸在做情報工作的時候 我被抓 被俘到那個大牢裡面去 他就到士氣去 到裡面去幫我活動 用錢跟緬甸政府那邊找人去交涉 然後呢 我是在那個看守所裡面 要去上法庭嘛 上法的中途啊 找人 人頭把我換出來的 那個就是民國六十二年吧 民國六十七年的時候 我就把我老婆送回台灣來 我記得那個工作完 工作以後 我想家庭在這邊嘛 小孩在這邊嘛 小孩在這邊啦 那我就民國六十八年 我就跟那個情報員啊 打報告升起 叫回台灣來這樣 我就民國七十六年退伍了 但是我民國七十年的時候啊 我們就開始做生意 現在的王根深 在桃園龍岡地區 不僅是打響顛免美食名號的米干大王 更創辦了中貞新村文化園區 積極投入孤軍相關文化的發揚與保存 一到了後來就慢慢做了以後呢 就開始跟市政府協調 把我們這個地方文化做去 因為我們這個中貞條街上啊 以前這邊是很偏僻 建村嘛 建村晚上如果從那個站牌那裡啊 小孩子下課回來 晚上回來的話 還能去接他們呢 按按摩摩的啊 所以我一稍有成績的時候 我一直想把這個地方做去 所以第一個事情就是啊 做一個營南文化工業 做了以後 就文化慢慢就成形了嘛 當你從事文化 在技術這些歷史的時候啊 你會感覺台灣人 我們這邊人怎麼不知道 有孤軍這一塊 這是歷史的一部分啊 這是國軍耶 這也算是 為什麼叫孤軍 孤軍是很多人 有些人回來了 有些人沒有回來 沒有回來 自己就變成了孤軍 王根深成立園區的目的 除了希望客死異鄉的孤軍英雄 與歷史為後世傳送 更希望在前線用生命捍衛國家的 將士們 靈魂得以安息 那這個部隊在那邊 25年的時間 死了多少人 幾十萬人 死了後呢 從來沒有人在去回頭看過 這些人 埋葬來那個地方 沒有人去看過你知道吧 你看我們同學死了 84%的那天 但是你說 叫我說 哪一個的墳墓在什麼地方 我根本就不知道 因為沒有人去管 所以我覺得 心裡面覺得很痛 為什麼為國家那麼多人 但是沒有人在去追溯他們 他們連一個 扶鞋竟然離不到 我這段歷史 一定會記錄下來 但我這個故事要在 這個中鎮文化影區裡面 這個 玉佑故事館裡面 整個記錄下來 但裡面還有一個管 就是這個 玉佑諜報館 為什麼有諜報館 多少情報人員在那邊 犧牲的那個地方 沒有 沒有一個文字能記錄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 心酸 是不是啊 這些人叫無名英雄 連兵字都沒有 我要記錄這一段歷史 希望說是 將士的靈魂得以安息 還有就是 陳明參與過那些部隊的 這些沒有死的 這些老兵 得到一個安慰 最起碼台灣人 我們這些年輕人知道 曾經有一批人 為國家拋頭的灑烈性 什麼叫愛國性 其實的 那我覺得做這個文化影區 還有一個就是 忠實的記錄這段歷史以外 我們會希望能夠 跟國防部啊 跟一些單位合作啊 做一些活動 能把金人的這個信心啊 跟榮譽感提升起來 跟民間知道 金人是怎麼保駕為國的 金人如果有榮譽感的時候 當國家有戰爭的 他們才會勇敢上前線 當你把建築文化保存的時候 對金人來說 我在他的協議裡面 我的文化一部分 他覺得 哇 這是我們一部分 信念很重要 信仿很重要 不管民間也好 我們這些軍人也好 真的這方面 非常重要 所以國軍的這種人 容易感到出來的 在那個風雨飄游的年代 黃根深揮灑青春 爭戰沙場 為國掏頭顱 為民灑樂血 他用行動告訴我們 人生要對社會有貢獻 對歷史要有交代 那不僅是使命 更是責任 以榮耀 如果您喜歡青人日報影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要關注臉書 IG 推特 Fleek 相簿和Telegram 除了最即時的軍文 還有不定期的抽獎活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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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